大家好,我是Den Yuna娶罗主演的人气韩剧Kinderland 在最新播放的内容中 将阿拉伯王子描述成花花公子 而引起了海外观众们的愤怒 在剧中能看到 阿拉伯王子在夜店被女性们包围 并喝酒的内容 以及像饭店支援Yuna 积极求爱的样子 海外观众们指责 剧中由印度演员扮演阿拉伯人物的部分 将阿拉伯王子描绘成花花公子 以及将敬酒的穆斯林 拍成喜爱喝酒的样子等问题 是非常侮辱不尊重他国文化的行为 要求电台正式道歉 而截止到7月11号 国际知名电影信心网站IMDB上 也持续出现了很多批评Kinderland的贴文 并且该剧的评分也下降到了2.2分 在国内外指责的声音越来越大后 JTBC电台表示 剧中的人物地区跟名称都是续构的设定 没有戏剧化特定文化的意图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剧中出现了阿拉伯 那个人也使用了阿拉伯文 现在阿拉伯观众们在墙里的指责 还说没有鄙视特定文化 这真的是没有再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 换个立场想的话 这不就是在海外电视剧中 有人穿着韩服被戏剧化 然后说我们没有说他是韩国人 所以不是种如其事吗 干脆利落的道歉就不行吗 你说没有戏剧化就不是吗 可可 那个文化圈的人不高兴的话 就是戏剧化了 太丢脸了 不要狡辩 直接道歉吧 拍这部戏的时候 真的没有一个人阻止吗 真的丢脸丢到国外了 对于Kindleland的戏剧化 阿拉伯文化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雪秀节目第三名出身的歌手Kirami 因被质疑护航5050引起争议后 上传了解释文 7月9号Kirami在IG发文 可怜的少女们 因为我也曾希望过 所以我能理解那种心情 如果不亲身经历过 人们永远不会明白 因为Kirami曾经是 5050所属公司的老板 之前经纪公司的所属一人 所以网友们都认为 这贴文是在音源5050 因为5050目前在韩国 几乎变成了全民共敌 所以这个贴文 马上就引起了争议 而对此争议 Kirami再次发文表示 在一些匿名论坛中 对于我的IG限动 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猜测 经过考虑后 我决定简单解释一下 可怜的少女们 我写下这段内容是因为对于 现在这样的情况 本身有所感触 并不是站在哪一边 因为我也曾希望过 所以我能理解那种心情 我说的理解是意味着 我明白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 还要继续工作有多么困难 渴望摆脱那个情况的感受 并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能理解 如果不亲身经历过 人们永远不会明白 顾名思义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发生的所有事情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或参与其中 他人永远无法真正了解 其中的情况 因此我有一个倾向 不轻易相信任何事情 不论他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没有亲身经历过就不知道 应该要对你本人说吧 详情什么都不知道 有影响力的艺人 在上传含糊不清的贴文 应该就是想蹭热度 这内容不管谁看都会误会的 是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而且还是狙击曾经的老板 怎么可能不会引起争议 在那里一句一句解释也很好笑 解释文跟原文 没什么差别的部分更好笑 他只是在自己的IG 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为什么要留恶评呢 对于Kirami的IG限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Kirami的订阅